刚开始我们就是用GoogleChain来带大家看看各地网友都在热搜讨论些什么话题 因此我们第一个把镜头转到的是美国 美国呢大家都很关心这个NBA季后赛打到什么进度了 但是这场比赛呢很多这个凤凰城太阳队的球迷真的是气到垂心肝 怎么说呢 这个太阳队呢其实去年表现非常好是西区冠军 而且是打到的这个总冠军赛 但是呢这个16号在主场啊他对决这个德州达是独行侠 哇在主场应该要表现的要气势勇猛一点 对不对结果这个被这个独行侠是暴冷 太阳队暴冷输了这么输了33分输给了独行侠被淘汰 然后呢他们这个主要是有个主将叫Chris Paul 他呢这个大家本来说他应该是要带领球队啊 然后要后这个他是后卫的角色嘛要来这个主控整个比赛的场场势 但是他表现非常的差对他一直到这个第三节过了大概将近四分半的时候 他才投进他这场比赛的第一球 然后这时候其实很多这个太阳队的球迷都已经觉得说大势已去 根本就是比赛连看都不想把他看完了 就走了 起身要准备走人这样子 那根据这个数据的统计啦 其实这个Chris Paul呢他在季后赛 他这个生涯 他还归类出他是第五度搞砸 搞砸队上本来要赢球这个气势 所以他的状况是不是不太好啊 对他是过了这个37岁以后 有人说他这个表现 不知道是不是体力的关系了 就是表现一直一直在往下 往下跌这样子 他进这个无偿比赛 他累积的助攻27次 22次的失误 然后20次犯规 只投进了17球 所以这个低潮可能让这个Chris Paul有一点点就是 导致这个队上的这个士气也不是很好这样子 让这个太阳在逐场的时候 是暴冷输给了独行下被淘汰 对但Chris Paul他也是有说都怪他啦 他有负责 他说都是他就作为领袖应该要负起的责任 确实也是蛮有这个态度的啦 对 好那美国看我们看英国 英国这个是柴契尔夫人 那他最近是在这个南凯斯的帝文区有一个雕像 但是这个雕像居然被民众砸这个鸡蛋 而且真的砸中了在他的这个裙摆的地方 很多人就说奇怪 这柴契尔夫人大家一般的想象 不是觉得蛮不错的领袖吗 但其实在英国内部 也有分这个左派人对他是有一点意见的 所以有这个雕像反而让大家成为一个攻击目标 但他原本不是在这边啊 他是回到他家乡了 那但是其实也有人说 早就知道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所以他们在远处就有装一个监视器 就是照着这个这个雕像 如果有什么状况的话就可以马上得知 而且他好像因为看到这个揭幕典礼花了十万英镑 大概三百多万台币 所以让你知道本来对他就有意见的民众 更有意见了 对更有意见 觉得为什么我纳税人的钱要花那么多来弄这个你的雕像的揭幕仪式 对但因为本来柴契尔夫人就是一个相当有名的人 所以他被砸鸡蛋自然也成为了像英国现在热搜的榜单之一啦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是日本 日本他们这关心的是一出日剧的进度啦 这出日剧呢台湾叫做翻译叫做My Family 那这个日剧是主演的是这个二宫和也 他在里面呢扮演的是一个游戏公司的社长 然后他就是跟他的老婆啊跟小孩三个人过就是 幸福的生活 幸福人生这样子令人称先的生活 但是有一天他的女儿遭到绑架 这是整个故事的主轴这样子 那刚好这几天呢 这个这出日剧在日本是播到了第六集 然后所以这个第六集有点这个剧情有点开始 转折 有点对对有点转折 然后大家这讲到说他这个二宫和也扮演这个主角温仁呢 是他自己有成功救出女儿后 他被卷入了其他的绑架案 就是又另外一波了 所以说日本的这个粉丝们就在关心说到底是谁 他是不是犯人了还是他到底怎么了这样子 所以这个成为了这个日本热搜的第一名 追剧就对了啦 好奇剧情走到什么样子的阶段 所以日本人现在看起来这个疫情之外 对于这个追剧也是蛮喜欢在家里宰一下 之前那个NHK的大和剧也是蛮常登上热搜的 好那日本看我们来看韩国 韩国的这个韩文其实就是爱迪达 所以他是用韩字来翻 那为什么最近爱迪达上热搜呢 因为他跟这个KUJI联名推出了一个商品 那他们之前有很多的精品啊 像PUMA跟这个ARMY也有一个商品叫ARMY PUMA 所以他们现在很喜欢跟精品来进行联名 但有个地方很可爱是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衣服的颜色搭配都非常的新艳 而且上面就是有那个KUJI的LOGO 两边的LOGO这样子 对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这是一种时尚的象征啦 所以成为韩国人这热搜 可能大家对这都很好奇 但更特别的地方是他们其实也有做一个雨伞 但这个雨伞呢 被网友狠批说 你推出了这把万元雨伞 结果上面写不防水 对因为他是将近1.1万人民币 他是在中国大陆的官网上面来贩售 所以1.1万人民币大概就是4.6万台币左右 就他就直接写明说不防水这三个字 所以网友就说这也太诚实了吧 是来抢钱的吗 对可以抢你钱 但是我还是给你了一把伞 这是网友的调侃 就觉得说确实啊 就是大家对这种精品联名的东西 还蛮感兴趣的 尤其在韩国也是蛮有热度的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香港 香港这个是比较跟生活层面有关的 就是他们的像我们类似台湾的消机会 他们针对这个30款的香肠做这个抽检这样 发现说其实有超过八成以上都是有含这个高盐分高钠的 而且半数是超过高脂肪的 那还甚至里面还有一些化学的物质 那你长期这样吃的话 其实对你的这个倾斜管疾病都是相当的有风险的 其中呢有几款的这个香肠的品牌呢 甚至被验出说有这种动物的用药的代谢物 那是不是有可能是会损害到生殖器官的 所以说这个香港的销委会 他给了这份报告以后蛮多的民众会想说 惊讶 对想说我平常到底吃了些什么 所以赶快去上网搜寻一下看看 可能自己平常食用的东西 食用的比如说不管是鸡肉或者是猪肉 或是牛肉的这些做成肠衣类的食物 是不是有登上这个不好的名单上面 对我看到之后我只有四个字就是黑心香肠 可能为了就价比较低 所以就会用了一些不太好的一些药品在里面 好接着我们要看到的是台湾 台湾是群创 就群创公司其实之前一直被视为说是 红海集团下面这个转投资的面板大厂 那他们在6月24号的时候要开股东会 结果发现说现在这个红海里面的集团 法人代表通通都撤出了董事会 全部变成自然人代表 他们就觉得很好奇啊 是不是红海全面退出了这个群创公司 但其实有一派专家说他们发现说原本的人都没有变 只是从法人变成自然人 那现在看起来其实郭台铭跟红海确实在里头是占 比较大的股东 大概他持股6.79% 但现在郭台铭可能是想要淡化这个 红海在群创里面的这个色彩 所以他可能想要个人拥有这个公司的状况 所以他不想要让他跟这个红海划上等号 不然之前这个群创一直被认为说是红海旗下的子公司 那现在不想要这样 所以他们就开始做了一些公司不一样的营运 但问题就是这个东西一宣布之后 这个群创的股价就中错了5% 所以看起来投资人还是蛮敏感的 这个风吹草动都会这个如临大敌的感觉 对 后来红海也有紧急发声明 他就强调说其实这个投资群创 其实都是以个人就是郭台铭自己为主 那集团其实是只有少数的持股这样子 那他也讲到说其实红海未来的目标是3加3 那这3加3就是电动车 然后数位健康 机器人 然后这个另外的三个产业呢 是人工智慧 半导体 还有这个新世代的通讯这样 所以面板并没有在这个3加3里面 放在里面 对 所以说就是他们尽量已经 跟这个面板是做出区隔 跟这个面板产业是以说 这是郭台铭自己投资为主 跟红海集团比较没有关系 好 台湾看完我们来看新加坡 新加坡热搜什么呢 新加坡这个热搜的是这个 我们的球王约克维奇 那这个他是在这个 礼拜天的这个罗马大师赛里面 对上这个希腊的选手 那他是直落而直接拿就是夺 夺走了他这个在罗马大师赛的 第六座冠军头衔 而且他也是这个个人生涯 第38座的大师赛的冠军 这样子 这个罗马大师赛对他来讲是意义非凡 怎么说呢 因为你还记不记得 这个今年2月多的时候 他一直说他不要打疫苗不要打疫苗 所以他被奥王拒绝了 对在这个澳洲闹得满城风雨这样子 被澳洲驱逐出境 那一个月前呢 这个蒙蒂卡罗大师赛的时候 他去参加了结果他爆冷输球 输给一个22岁的西班牙小将 大家会想说啊你是不是 不如从前了吗 对是不是走下坡了 然后那时候球王还被这个 俄罗斯的这个梅德维杰夫给夺 就是积分不如他 所以他就掉下来这样子 那这一次在罗马大师赛他 他终于是找重振雄风这样子 拿到他今年的第一座冠军宝座这样子 然后他这个 我看得出来他的眼神非常的深情 对就想说得来不易这样 久违了 对那他也是靠这个这个手座冠军呢 回归到这个世界球王的宝座 他目前的积分是8660这样子 是有把这个从梅德维杰夫的手上 追回来 对再夺回球王的宝座 那他呢他是对自己 他自己讲说他对接下来的法王 其实是充满信心 他会带着信心前往巴黎 那我们看看他接下来的表现 会是怎么样 可以看到这个新加坡 对于这个体育的赛事 也是非常的有兴趣 常常登上这个热搜的排行榜 是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